各位 本集的重點來了 YES 各位觀眾 高野山大門 大門 這大門這邊就算是結界了 對 對不對 因為呢 現在的地方是人站的 這個地方是人 只要一進去之後呢 是屬於神的地方 是神的領域了好不好 對 OK 你是不是不太懂 我懂啊 我跟你講 你真的現在講的東西很重要 我不知道你的智商 沒辦法承受那麼多 所以我先大概描述一下 但你要講得很簡單... 很簡單 超級簡單 你就把裡面的那一塊區域 躺成一個大型的度假村 裡面大概有50多間的飯店 是 也是寺廟的 飯店就是寺廟的意思 它是讓人來體驗 就是住在裡面讓你進化心靈 進化心靈 新元1705年重建的高野山大門 是高野山西側的入口 一直都被視為結界 外面是凡人世界 而踏進去就是神的領域 代表著此地的莊嚴及神聖 只可行 無奈... 怎麼發生什麼事嗎 就是因為這邊的 控房數沒有那麼多 難過啊 所以我們能體驗 這樣進化之旅的人 是有限的 錢必須要花在刀口上 我們必須要選出 那個精華中的精華 這時候我們只好交給民主了 民主 對 我現在數1 2 3 我們全部比向負能量最高的人 好不好 我們沒有套好這樣 真的嗎 包括工作人員 誰負能量最強 1 2 3 所以只有我去你不去嗎 只有你去 但是因為我們擔心 我們擔心語言會不通 真的嗎 所以我們就是派一個 這裡會講日文的有誰 誰 就是都大哥 大哥 你好 大哥 幸好 負能量好強啊 是啊 負能量 因為這邊是佛門聖地 在100多年前 甚至還不能讓女性進入耶 彥均哥 你要領我的份好好體驗 不會的啦 你看一走進來迎接我們的 就是漂亮的風虹 我等不及了 這邊真的很舒服 是啊 我等這一定等很久了 是 你看我們節目 它這邊已經快要第四季了 終於我可以獨跳大樑了 這趴收視率對我來說很重要 真的嗎 非常重要 是 不好意思 是 我們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這樣走一路 你會覺得 好像有位 就 我們現在錄影好像有位先生 一直跟著我們 這位是我們壇上嘉蘭這邊的 安田先生 安田先生 是 他會特地來幫我們做一些 壇上嘉蘭他的一個介紹 很棒耶 雖然壇上嘉蘭 參觀的旅客很多 但是神奇的是 大家都不約而同的 保持莊嚴寧靜 一點都不吵雜 給了一種特別祥和的感覺 再加上安田先生詳細的解說 我整個人感覺好像海綿一樣 一直在吸收新的知識 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 再來我們去根本大塔看看囉 請給我這邊 配管料 這是參觀料 對 然後這邊 那這個錢 OK 這邊我們兩隻手 這邊 這邊 我們兩隻再搓一搓 對 搓一搓 對 這個香氣 可以吸收水和心 那以這個香味就是讓我們的身體 還有我們心理都能夠清潔 什麼 這個味道可以進化心靈 那我真的要多聞一點 來到這裡漸漸可以感受到紅髮大師 空海對於整個高野山的重要心 也要謝謝安田先生 這麼有耐心的為我們解惑 接下來我們自己去走走吧 這什麼地方 超熱鬧的啦 這邊是他們的六角金帳的地方 不是啊 他們在轉圈圈什麼意思啊 就好像在旁邊的吊一樣 在旁邊 那轉金的話 當然就是讓我們 在旁邊的旁邊的旁邊的旁邊 是 是轉一圈嗎 還是轉幾分鐘 轉一圈喔 當然是要轉一圈 轉一分鐘就是 轉一圈可以讓我們就 消夜帳嗎還是... 當然啊 一定會 消夜帳是不是 當然啊 消夜帳旁虧了吧 找到出發囉 我想說怎麼大家一直圍在這裡 繞圈圈 原來轉動一次六角金帳 就好像是送金一樣 是一種機功德的概念啊 那我得多轉機圈才行喔 我這一圈是幫製作人推的 推兩圈了 整個推很快 怎麼感覺整個人 身輕乳豔的感覺 夜上都跑了... 是喔 夜上都跑了 終於身輕了 超舒服的 我忘了幫巴鈺推 是啊 巴鈺要幫他推一圈 巴鈺 我幫巴鈺推的 為了我最美的搭檔 我再累也要轉 天啊 彥均哥 我都不知道你人那麼好 即使我不在 還是會想到我 YES YES OK 巴鈺你要好好感謝我 真的 巴鈺應該這樣子 應該可以再接兩三個節目了 OK 好舒服喔 我剛才也有幫製作單位推兩圈 製作單位一開始就推不動了 業障好深喔 真的 我的部份已經是變滑溜滑溜的 QQQQ 彥均哥 為了報答你 怕你一個人寂寞 我的聲音與你同在 我在這裡過得很好啦 接下來我們還要去金剛豐市 這裡就是以前我們去花蓮慶修院的 總本院喔 巴鈺 你不能來真的太可惜了 可是我發現這邊你看建築物都是 很歷史很悠久的 可是我發現有個東西很特別 就是跟我們台灣的那個 遊樂園很像 是嗎 就是那個屋頂 那個屋頂那個是水滿了 水滿了就會 巴... 這個設計滿好 就是以前就這樣設計了 還是現在的 這個就是先人的智慧了 先人的智慧 對... 所以這個以前就這樣子了 以前就有了... 太聰明了 是 金剛豐市的屋頂 都是由檜木皮堆疊而成 屋頂上的大木桶 其實是拿來積蓄雨水 要是累積或是火災 都能夠拿來防害喔 真的是先人的智慧耶 彥均哥 感覺你去一趟也變得更有智慧了 巴小鈺 你等著看到全新的我吧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晚上的重頭戲 Check in的重頭戲 來到日本住宿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 這麼多車應該就是代表 這邊很多人住吧 住房很滿喔 很滿 是的 而且我們住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蓮華訂閱 聽說是這邊最厲害的 算是... 非常棒的一間這個術房 它算術房 這麼多行李 已經都是行李了 已經... 已經有點下臉小禮了 OK 是啊 好 接下來這一趴是我最期待的 不只要來體驗和尚的生活 而且我們這次要住的是 日本藏國名樣增田倖村的家喔 觀眾聽的就覺得很有意義喔 好像在那種古蹟老宅裡面的感覺 是啊 很有感覺的感覺 真的是很漂亮 我們現在要去那個... 五色古香 這個寺廟裡面最厲害的房間 最厲害的房間 今天沒有巴鈺跟我搶 我自己一間 好 這裡 第二 第二 沒有... 一加一就是二的意思 一加一就是二的意思 是... 可以抱著 哇 合適 來 脫鞋要穿就要脫掉了 這樣脫在外面喔 來 很舒適耶 非常漂亮喔 還有兩隻老虎陪你喔 哪裡有老虎 喔 有兩隻老虎 哇 好可愛喔 很舒服喔 No TV No TV 對 對 因為這邊是那個... 寺廟裡面的那個樹房 它的一個... 那個廂房一樣 所以說這邊的話 其實他們要保持安靜 所以說它不會有那些電視影響 之類的東西 所以... 今天... 只要看蝸蝸 住在這裡好像有種 回到過去的感覺 沒有電視那些 現代化的娛樂設備 讓人能夠更投入體驗 寺廟的生活 重點是講英語買通喔 不會有太大的語言問題 接下來 我們要來看看泡湯的地方了 彥均哥 你現在是要帶我們去看南湯嗎 好害羞喔 巴小鈺 佛門親近之地 你在想什麼 好嘛 那你們現在要去哪裡啊 我們要去做超特別的冥想體驗 我要好好享受 完全放空的感覺 冥想完接著吃飯 超幸福 怎麼連白米飯都那麼好吃啦 是啊 日本的白米飯非常的好吃喔 天啊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我們在 以前在日本吃過的那種 懷石料理 對 對不對 但是它 素食的懷石料理 素食版的 可是它做得非常的精緻耶 你看這個炸物乾 就起來也不像是素食的感覺 對不對 是 我們現在吃的就是 日本和尚在吃的 是的 我們算體驗啦對不對 所以我們明天今天起床 明天六點要上早課 六點是台灣時間五點喔 沒錯 看來來這邊體驗一趟真的很健康耶 而且天佛羅的沾粉好特別喔 這是特製的抹茶鹽 搭配食材本身的甜味吃起來 很好 下一個來吃看起來超精緻的豆腐料理 好綿喔 好綿喔 它有豆腐香 又有芝麻香在裡面 好綿喔 它吃起來有點像 豆腐跟麻糬的綜合體那種感覺 第一次吃到這麼綿密的豆腐 旁邊還有小火鍋喔 秋冬來這邊的時候呢 這邊山上比較冷 所以很貼心這邊也有鍋 素食也可以這麼好吃 太好吃了 而且這樣吃啊 你可以吃飽之外呢 它口味又非常好 又沒有負擔 沒錯 彥均哥你這菜 你吃得太豐盛了吧 我也是現在才知道 原來素食可以吃得這麼精緻 每一道都像是藝術品一樣 重點是還兼具美味喔 吃得有夠飽的等等 吃完高大哥說有個儀式 要帶我去看看喔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耶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叫做 這個是用藝術叫什麼呢 它是就是像剛剛你有提過 這邊有 我有 對 就是你的祈願 還有身體健康交通安全 對 所以你想要什麼 裡面有師父可以幫我們加持 每次外景要為家人祈福 我都寫得很用心啦 畢竟人家所有心臣則靈嘛 希望大家都能夠健康安全 接下來就是請師父幫我們 進行互摩摩的祈願儀式囉 彥均哥我真的太感動了 所以我決定來個Morning Call 叫你起床等下早課囉 喔 差點睡過頭了啦 沒有想到這邊歐美的旅客那麼多 看來寺廟體驗 真的是有獨特的吸引力耶 呼吸一口早晨的新鮮空氣以後 來一份早餐吧 完美 喔 早上看起來 就是完全不同的風貌耶 而且季節剛好 感覺走在街道上都是這種幸福 看看那整片的風紅超美的 沒錯 整個心靈都被淨化了 空眼山真的是一個很 能量很強的地方對不對 是啊 是啊 那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就是 空海大溪 他在這邊禪定的地方 宣教的地方 好像現在很多企業家 還有一般的日本人 都很希望說 可以在這個附近跟他 沒錯 就是接近他 都盡可能要接近他 跟他的一個能量一起 酷耶 這個超酷的 是 這個是封城耶 封城家耶 封城家墓 對 許多的一個 日本戰國時候的武將他們 或者目前的一些企業 大家都希望在這邊 接近空海 所以封城就在上面是不是 是的 那我們上去看看 昨天去了高野山 兩大聖地中的檀上嘉蘭 當然也不能錯過另外一大 高野山的澳資院 這裡不只是信仰中心 也可以看到很多日本戰國時期 名將的公陽塔 一踏進澳資院 完全能夠感受到 人家說的充滿靈氣是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越來越能夠 感受這邊的能量 是啊 就越來越冷了 有感覺到 是不是我們離空海 越來越近了 沒錯 這邊是三支橋 我們在過... 這邊剛好是個三叉路口對不對 對 前面那邊 我們往前走就是三支橋 就是它的玉廟的鐵袋 就是那個很像彩虹旗的地方 對 就是玉廟的地方 對 那玉廟 我們那個空海它在一千兩百年以來 它都還在裡面做禪錠 禪錠 對 澳資院玉廟旁的母樹林 都是超過百年的古墓 高不見頂 更增添了一股神聖的氣息 不過因為這裡不能攝影 這個神秘麵紗 就留給我們的觀眾自己 來親自揭開囉 現在這邊越來越多人了 對 因為已經要... 開始要那個送飯了 對 可是我現在有個問題 沒錯 其實像空海 它已經離開那麼久了 為什麼現在要送飯 事實上我們日本人 他們對空海這邊的一個信仰 其實他們認為它還在 我們這個玉廟裡面是 在裡面禪錠 在修道 林俊哥你剛剛說的送飯 是什麼意思 澳資院玉廟這邊 一天會有兩次 為空海大師送飯的儀式 叫做生生貢 很多遊客都是抓好這個時間點 過來沾養這個超過千年的信仰儀式 我們當然也不能錯過囉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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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麵超正能量的 超正能量 來 高大哥 天地的遼闊 美麗的小花 美麗的小草 整個滋潤我的心靈 這個好正能量 真的好正面喔 你是巴鈺嗎 是啊 你怎麼好像有林俊玲的感覺 梁朝偉 昨日巴鈺 張柏蓉 你... 你怎麼沒怎麼變 真的 你不是去結界嗎 為什麼很像去精神病 治療完回來 我都已經安排好了 就是要準備一桌大餐來慰勞你 真的 味道你們的胃跟心靈 不要想太... 不要想簡單一點 加一個肉就好了 我跟你講 我剛在裡面的菜把景理也吃掉 絕對超乎你的想像 我覺得我這次來高野山獲得了很多 尤其是心靈的層面 不過說好的大餐還是要吃的 別擔心 馬上帶你去吃 來去 Check It Yeah 各位可以在YouTube頻道看到我們 趕快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的訂閱鍵給它按下去 你就可以對得起你的阿公阿嬤 還有你的老弟老腳了 沒錯 不只是這樣喔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們 Check It 好康大方送的最新消息 得到我們專屬的神秘小禮物的話 記得訂閱後面的鈴鐺 要給它按下去喔 來... 按下去... 按啦...